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富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北美区域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最新消息 全球累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22万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1万 落线出现第二例死亡在帕萨迪纳 患者达230名 不到公司上班规定再升级 纽约州要求75%员工在家上班 美国务院在全球大部分国家暂停签证服务 疫情失控 意大利死亡人数超越中国 大陆近7日新冠肺炎确诊境外输入占84.55% 韩罕见新冠病例13次检测未确诊 发病数天去世 日本再次承诺奥运将如期举行 最近研究 婴幼儿罪易感染 儿童传染力恐更快更强 摩纳哥亲王艾伯特 验出新冠阳性反应 圣徒教练裴顿确诊 职业美族第一人 接下来看看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所公布的最新疫情数据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心中望 整理报道